吴卓琳相信大家都知道 一般明星如果有私生女的话 都会掩着藏着 但是成龙不一样 有什么事情都会被媒体们放在放大镜下 这位私生女自然不出意外的味道光了 最近这位就带着自己的女友 接受了港媒的采访 对于大家关注的话题 在其中也是爆料多多大家都知道 小龙女有个女朋友 虽然现在这类感情还不被大多数人接受 但是至少不会闲言罪于 而他也乐于分享和女友的事 至于成龙虽然不愿意提及 但是在采访的时候 一旦被追问他 每次提到也都是短短三两句 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 他们的关系 有多冷吴卓琳表示 自己从小就不知道自己是谁 爸爸是谁 但是其实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知道 这样的童年确实不堪回首 大概也是他后来叛逆的原因 一般来说 就算是非婚生子女也是有继承权的 但是在成龙的遗嘱中 似乎没有他的名字 对此 小龙女也表示 自己不在乎从小就没有这个父亲 自然也没想过从他那里拿一分一毛之前 还有媒体爆料成龙 会把三十亿的资产一半捐出去 剩下的大部分给妻子和儿子很小的一点 还是会照顾到这个女儿的 但是从吴卓琳口中 似乎并非如此此外 之前还有传闻说 房主明对这个妹妹不错 偶尔还会请他吃饭 在经济上资助 他不过在他口中都没有这些是谣言 只是谣言 甚至连这个哥哥都没有见过 虽然吴卓琳的叛逆被人们诟病 但是 大概也和他从小生活的环境 有般童年 就生活在旁人异样的眼光中 就算了